再來我們看一下第五題 第五題我們要求的就是 我們知道 f這個函數 它的x篇尾跟y的篇尾 那我們希望去緩推原來的f這個函數 所以我們可以 利用先利用這個 它的x篇尾這個結果 我們可以把它做一個積分 做一個積分 那這個3s平方對s做積分是x3次方 3y對s的一個積分就3sy 那我們再把它加一個g的y次方 那為什麼要加一個g的y次方 就是我們在 做s的偏尾部分的話 這個g的y對x來講它本身是一個常數 所以它會是 它會是一個 這個常數微分就變成0 變成0 好那我們利用這個結果 我們再把它反推回去 它再做一次微分 那這個對y的微分是 0 0 然後這個3sy對y的微分 3s是常數 y的微分是1 所以變-3s 那g的y次方的微分就g y的微分 那這個微分 跟我們 題目給我們的這個條件來做一個比較 互3s加y 我們就可以知道g的 g的這個y g的這個函數 它的微分就是y 那我們再把它做一個積分 它的微分 是y 那我們把它做一個積分 我們就可以知道它是 2分之1y平方加c 2分之1y平方加c 那我們再把它帶回去就可以 求得原來的這個函數 那你如果要做一下 驗證的話 你可以做它的一個 s跟y的篇尾 可以驗證看 這兩個結果 有沒有問題 這樣 是